大家好,今天是7月12日,即是7月过了一半 很简单,北水是见到有减少的,连续三天是有流出 所以20日平均线都是测下来的,细心看看就会很清楚知道 这不是很好的现象,北水流出,资金是为何? 这几天升了市上去,都好像是蚝银猪,就是这么多 接下来看看行业板块方面,今天只剩一半的行业上升 因为昨晚美股在夜期的升幅已经稍微放缓了 起先是升得很少,到拉尾才升多了百几点 而升的板块里,我们看看地产在这里 地产的刺激,基本上已经全弄了 我今天也有一篇文章讲讲,中国的地产是真正很难搞的 为什么呢? 你以前的地产大佬赚了这么多钱,要不拿去赌钱,要不拿去赌钱 要不拿去赌钱,要不拿去赌钱 现在公司有烂,你不扭出来,要叫政府救你? 神经病,你真是发梦的 所以地产股,我觉得大家先放弃它吧 银行在这里也影响得到 哪些好一些呢? 保险、半导体、化学制品、资讯科技 绑绩都说好了,当然了,伸修也好了 接着有汽车,始终打不死的 煤炭、天然气,始终都是工业、经济复原 一定会经常用到的东西 所以不要太担心,不要看这些看得太淡 你可以看淡银行,你不要看淡这些的探头 好了,接着就是个别股票方面 如果盈富基金继续比较好 就是说,钱还在流进来 其实看这个也行 钱流进来之后,最重要是买东西,买东西 如果盈富基金会升到5%一天的话 我告诉你,那天起码要升到500% 这些有腾讯、阿里巴巴、美团 这些美团都是神经刀来的,是多是少 恒生中国企业指数 中国小鹏汽车继续开车踩油去的 恒生科技一定比较好 拜守 这些是神经刀来的,来不开就会好 那这个浙江细寶,不用想了 是,继续会好 因为,为什么呢 汽车,这个是新能源汽车好 它是在做汽车的转向方方面 所以一定会比较好 好了,基本是这样 没得了,要说回旗子 旗子这方面,你看到它昨天升了之后 好像只有一颗十字升了之后 今天又扯了一点点上去 没问题了,升了260几点时钟 始终仍然是 上面的阻力是在193左右 193是什么呢 大致上就是这些位置 193这些位置 我们看看这个 这个 最高193 OK 在这点里面,很简单 我们看看它 上面的阻力是193左右 这个位置 下面也支持这个位置 暂时在这里 浮游,浮游,浮游 会浮游多久? 半个月? 一个月? 三个月? 都是有机会的 如果能够在这里浮游的话 已经十分之好了 千万不要浮游 好 再有其次我们看看 今天可以留意一个叫做中通快笛 中通快笛 以前曾经介绍过的 中通快笛 现在跳升到保利加通道的中族 基本上 现在在这里 应该做了一个底 这个底 这个底 也比较这个底 升了一点点 即是开始叫做一底 高一底 虽然不是高得很多 都会高了一点点 高了一点点之后 现在我们看看 如果以这个下降轨来说 很明显今天 一下子 都会升穿了所有的下降轨 若然这样的话 这个 这个 是可以画出一个似乎是涉型的东西 如果根据涉型的走势理论的话 它应该是可以升上这个位的波 是可以看到它 是可以看到这个墊水 是可以看到 还会升上这个位置 可以看到 还会升上这个下降起点 下降起点升上 或是236 不要问我显得这么多 短期支持是去202.5 佐力到207.8 今天最高207.8,後來回落了一點 如果要再購買的話,要增加207.8 目標價望217 217其實大致上保力加通道的上綜 如果升上217,即是以前的位置 可以再望多到230多 先去到217 預期PE是17.6倍,息率是1.69 大行比的投資評級是1.8 1至5是範疇,1是最好,5是最差,2.5是中間位 1.5是中間偏好的 大行的推介方面還有四間大行推介 未來三年盈利預期會有10.77 13.23和15.44 泰息如期有3.22,3.85和4.47 歷史波幅20.06% 啤打氣數是1.04 即是差不多跟大市同步 大市升1元又可以升1元,跌1元又跌1元 52周的低位是120.09 高位是236.4 即是可以再示範高位 最主要是有望自家支付平台 可以減低成本 今天跳升是因為 它是有購買的公司方面 可以建立自家支付平台 即是不需要再靠別人 好了 另外第二只可以留意下的 就是中國平安 中國平安今天就在走勢上 好了一點點 升穿了20天平均線 20天平均線即是是保利格同道的中軸 這個位置 我們看到就是中國平安其實在這裏 已經守了很久 在這點裏 即是大約46元都守了很久 現在彈上來就看到 升穿了50元這個位置 基本上可以再看好 阻力就在50.08元 今天最高位 後來跌了一點點 現在要再升50.08元就可以好了 就可以買進去 阻力位當然是50.08元 支持位是49.6 即是今天的最低位 因為你升上去之後 這個當然要支持 目標位是52 52的主要是保利格通道的 是上軸 即是這個位 你說不是很多 是不是很多 兩元雞而已 只有5%的了 哥哥 中國平安 都幾個穩穩陣陣吧 那就是這個 這個 PE是5.78倍 尤其周出率有5.7的 OK的 不細的 不少的 大行評級是2.16 2.5的中間位 2.16 就是中間偏好的 有17間大行推薦 當然啦 平安嘛 你還不推薦他 這些 這些 經常被大行看好的 每個盈利 未來三年 就是 8.02 兩仙 9.12 以及 9.67 而派息 有2.6.5 2.83 以及 3.06 人民幣計價 歷史波幅 25.8% 1.53 即使說 大市移動1元 他移動1.5 522州的低位 29.6 522州的高位 63.4 有興趣賣的 可以等他升穿 50.08 賣 上網 52元 只蝕於49.5 好了 下一隻可以留意的 就是 京東集團 今天有很多資金買他 那麼 那個價格方面 看看我們看看 京東集團 他現在都是升穿了 這個是 這個保力的通道的中族 那麼基本可以再看好 阻力就是 143.8 就是今天最高位 後來跌下來143.3 那麼 在這點裡面來說 那麼再升上143.8 就可以考慮了 上網 大約是 是149 OK 149 149 就要看去哪裏呢 就是比這個保力的通道 頂還低一點 為什麼要看得這麼低呢 升上來才算 那麼這個 這個是 中族 就是這個141 141 只蝕於141 就是這樣 PE就是13.5倍 是沒有派息的 那麼 那麼大行給他投資評級是2 那麼有四間大行推薦他 那麼未來的三年盈利呢 預期就是9.7 10.081 以及13.48 未來三年都是預期是不派息的 歷史波幅是44.07% 啤打是數1.79% 即使 波動是比大市大的 大市動一元 它動差不多過百左右 52周低位是122.7% 而52周高位是256.16% 好了 再次我們看看 這個買賣準則 看看以前曾經推介過的股票 那麼曾經推介過的股票 就是有隻小小小 九龍倉 九龍倉的股票是19.3買入 那麼這個是 曾經就是這個 就是暫時 應該已經賣入了的了 現在就虧了 虧了3號 那麼再跟著有一個叫883 883的股票是11.92買入 那麼 今天 最低見過11號的九龍倉 那麼今早就賣了 那麼現在去12.1 不多的 看12.3的賺 12.3之後再看看 再跟著有一個 美菇煤 這個是 這個什麼美菇煤 建議10.06仙馬入 現在正在做10.06仙 最好見過10.01元 那麼又不多的 看10.05元 而已 給我吧 給我吧 那麼現在暫時 打和 沒有賺 沒事 另外有一個是2.60仙馬入科技 善人科技呢 就是這個最主要的就是 站起這個3.4的時候就吸納 那麼上面網就3.6毫半 還沒到 紫舌是3.2又還沒到 所以暫時還要拿著它 另外有一隻 就是這個13.47 橫半導體 橫半導體的時期之中 就是 在27.4的時候建議是吸納 這個 見過賣了 那麼 網上網是30元的 只蝕於16元 那麼暫時都兩種未到 又拿著它 然後有一隻是澳幽 澳幽這隻是建議的3.6毫一買入 那麼這個是 磨4元 那麼現在都是 沒有啊 動不了啊 好慘 這隻是需要很留意的 昨天呢 是見過 最高 是見過這個3個 是 6.9的 那麼 本來建議就在4元 是 買入的 4元是一個套利的 那麼沒有啊 現在下回來 那麼繼續看看 之後會不會好一點點 可以做好了 那麼其他的時中有什麼呢 就是有 建議 對不起 不是這個 其他有建議吸納 有一個叫阿里巴巴 是這個 這個是9988 9988 建議呢 就在這個 89.1 是吸納 今天買到了 然後就是上面看92.7 不多 只剩於86元 那麼 暫時看看吧 阿里巴巴 暫時好像 有一點點 好 那就繼續看看 接著有隻 中遠海能 是1138 建議呢 是升了上去之後 是升了上去去到8.95 才買入 今天未到 今天最高見8.7隻 所以又回到他 那麼另一隻呢 就是 中遠 盟元 1898 建議呢 就是在這個 是升破了 近9 買入 現在 又是 未到家 又是未買入 暫時來講 投資是有風險 要動試一下 期待 選擇 等下 2 0 2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